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直播 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奶牛退休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 另外呢 有一个问题 听床变尿床了吗 现在看倒习派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另外说到乌克兰战争 这两天正在办那四个州的公投 那普京的公投他是要来真的吗 度假回来呢 把节目的结构做一点调整 原来我们一直跟着的那几条线 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的疫情 现在人家那边都准备全面开放了 所以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内容 到此也就为止了 下边我们开始追一些新的线做 今天呢 在说我们的主题之前 咱们先和大家聊三件事儿 第一个那就是周五 我心中真正的网球的球王费德勒 正式挂牌退役了 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一场职业比赛的对决中 费德勒和陪伴他的纳斗 两个人是个组合 最后输给了一对美国的选手 和每一个王者一样 所有的这种王 凡是打这种职业比赛的这种对决式的这种王 最终都是以失败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然最后那个场面YouTube上都有 非常的感人 说到费德勒呢 本来这眼窝子就浅 他比较爱哭 比较爱掉眼泪 结果在这个历史时刻 那眼泪更挡不住了 倾泻而下 特别是最后说到太太的支持的时候 一提到太太 有点崩溃了 当时呢 哭得有点稀里哗啦的 简单评价几句这个人 这个人呢 要我说 我认为可以用经典的优雅来形容他 他诠释了网球 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一项高雅的运动 说到这么多年 我个人最欣赏的两个球王 最开始呢 是桑普拉斯 再往后就是这位费德勒 他那个教科书一般的正手 特别是现在天下第一 难得的这个单手的反手这个单反 包括他整个移动的姿态都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潇洒 连那个名将阿加西都赞叹他的境界 那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呢 以后大概再也看不见这么经典的网球了 球好 这人也经典啊 浓眉大眼 裹子脸 这一看就是大侠 加上他的谈吐 礼貌 爱心 甚至他那个爱掉眼泪的这个就算是个毛病吧 这个美好的人和美好的技术要是结合在一起 说到我们喜欢看网球的 有生之年能遇上这么一个人 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幸运 说到当年的乔丹 包括费德勒 这是一茬人啊 只不过他的那个体育寿命比较长而已了 说到这一代运动员里 占出了这么几位 划时代的运动员 以后我这么认为啊 您再也找不着了 说一点趣事 这费德勒呢 有两个外号 一个严肃的 一个不怎么严肃的 咱们先说不太严肃的 费德勒的第一个外号呢 就叫奶牛 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说到的 这个呢 知道的最多 叫的时间也最久 那为什么一个大老爷们会被叫做奶牛呢 2003年 费德勒未免了温布尔登 当时回到了老家瑞士 那正好打一公开赛嘛 他还是冠军 作为奖品 瑞士老乡呢 就送给了他一头800公斤的奶牛 来作为礼物 大家想800公斤的奶牛 那得多的个儿 那组委会人就问这组委会 你们怎么想起来给这么一东西 为什么呢 组委会说 我们一定要送他一件他买不着的礼物 别的他都能自己买 这奶牛800公斤 他上哪找去 因为这个奶牛当时太过巨大 在上万家乡父老面前 这费德勒呢 当时实在是有点没想到 一时是哭笑不得 当时场面特别的欢乐 结果这还没完 2013年10年以后 那时候已经是球王的费德勒 又回到瑞士打这个公开赛 最后又是冠军 赛后主办方又送给了他第二头奶牛 还是这小一吨重的这个奶牛 所以说到这儿就彻底坐实了他奶牛的这个称号 以后一见面啊 这都是叫他奶牛 这是一个不太严肃的 有点娱乐的 说一个严肃的 费德勒在业界还真有一个外号 叫什么呢 叫山羊 不光我上边啊 对这个人的评价 无论是他的技术啊 这个人的长相 人的这个行为 各方面评价是非常高 在当时整个的世界的体育界 送给费德勒一句话 英文叫 GREATEST OF ALL TIME 就有史以来你是最了不起 你是最伟大的 就评价到了这个地步 把这几个单词的缩写 第一个字母合在一块 G-O-A-T 正好组成了一个单词 正好就是山羊 所以有很多媒体啊 不是说球迷 球迷还叫他奶牛 但是有很多媒体一说到这个人 都管他叫山羊 这个外号呢 是显着有这么一点枯燥 没有奶牛叫的响 但我相信费德勒更喜欢这个 好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选手 这评价太高了 所以说一个奶牛 一个山羊 这就是这个人 这两个外号 二十个大满贯的冠军 到现在已经不是世界之罪了 我估计纳斗呢 纳斗肯定超过他了 小德可能也超过他了 但是他雄霸世界第一 302周 这是自从197几年有世界排名以来 他保持最长的一个历史记录 将近六年的时间 天下无敌 可以说他是称霸了一个时代的 我们时常感叹 像这样的经典人物得又少了一个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小人物的时代 所以说到这儿呢 也真替未来的孩子们感到悲哀 说到当年啊 原来说到乔丹 科比 所有这一代的英雄人物 一个一个的都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将来这帮孩子看什么呀 哪找这样的英雄人物去 来吧 下边说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伊朗 这条线服我们还会继续的把它跟下去 昨天的消息 抗疫引起的骚乱 到了昨天星期六是有所沉寂的 到目前为止呢 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50人 有700多人被捕 这是官方啊 大致的这么一个说法 人权组织说被抓的人可能更多 抗疫活动的范围呢 首先是从库尔德地区开始 因为被打死的那位少女阿米尼 她是一个库尔德人 所以说从库尔德地区开始 开始了这种抗疫 然后呢 当时是主要集中在伊朗的西北部地区 后来就蔓延到了首都德黑兰 马什哈德以及伊朗境内 大概加起来近50个城市和乡镇 那这个水分是有点大了 这个因为它里边还有乡镇 但整个的区域已经蔓延到了全国 31个省的大部分的地区 那这里边还有乡镇 那你就说大的城市有多少呢 活跃的 有激烈的那种抗争闹事的至少有13个 官方呢 在过程中是中断了几次网络 但是中断了一段时间 它有恢复 断断续续的呢 伊朗人还是可以对外进行联络的 我看到了一些传出来的画面 给我的印象呢 和2017年那个鸡蛋革命相比 和2019年的燃料暴动相比呢 这次的规模相对要小一些 比如说在首都德黑兰 我看了一下那个拿无人机拍的那个整个的场面 我看看人数呢 三四千人是有了 大概也就是个几千人 而且呢 这个伊朗官方电视台有一个报道 到周五的夜里 周五的晚上 在首都基本已经被清场了 尽管呢 我们在推特脸书上看到一些画面 有抗议者冲破了警察的封锁 甚至有击退警察的一些画面 但总的来说 警方依然控制着局势 和2019年那次相比情况没那么严重 2019年那次可大大发了 当时那次死了将近两千人 官方说一千五 民间说两千还多 咱们平均一下将近两千人 那抓起来好几万人 当时那个规模 全国性的大暴动 当时在德黑兰 那几十万人上十万人是很寻常的 所以说这次只有几千人在首都 规模还是不够 但这次令人震撼的是 以前那都是老爷们往前冲 这次是有很多女人 你看那画面真不要命 特别的勇敢 这次也有男的 大伙也跟着 反而是陪从 大伙算是一个保镖 保护这些往前冲的这些妇女 特别是有很多年轻妇女这次的表现 在发达国家这不算什么了 但在伊朗这可不得了啊 这就是反了 好家伙 一看伊朗妇女年轻女孩子这么冲 到那把头巾往火里扔 自己夸夸脚头发 有的那女孩子 上衣整个无上装就脱了 到这个地步 那在伊朗这么封建保守的国家 这就是反了 说到那位传年已经死了的最高领袖 路透社给盯了一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17日和21日两次公开现身 所以说前一阵 西方有很多媒体 不管在简体中文区有人传 说哈梅内伊已经完了 很多西方媒体也在传 现在路透呢 抓到了这么两个新闻瞬间 说这个 因为在之前的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最高领袖都没露面 说他一直病重 基本上生命垂危 现在呢支撑着出来又露了个面 也没怎么讲话 讲话呢 反正就讲得很短 说了那么几句 另外纽约时报呢也报道了一下 83岁的高龄的哈梅内伊重病卧床 取消了所有的会议和公开行动 有一个医疗团队正密切的观察 21号那天呢 还是再次露面 口齿清晰的发表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的片段啊 纽约时报呢还做了一个短的视频 在他英文版的那个网站里边是有的 一看路透社的观察 这个人看起来还行 还算是健康 这是哈梅内伊 没死 他还活着呢 到现在呢 这场投金革命 因为一个投金打死人了嘛 咱们就叫投金革命 已经闹了一周了 还是路透社的报道 伊朗总统莱希昨天对媒体表示 伊朗必须果断应对抗议活动 他强调有必要区分抗议和骚乱 扰乱公共秩序和安全 他称现在的这个事件就是一场骚乱 他允许抗议但不允许骚乱 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另外呢 莱希蒋说他已经联系了那位阿米尼的家属 并向家属保证他们一定会认真调查这一事件 同时他也保证说伊朗是拥有言论自由的 但混乱却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言论自由真的拥有吗 伊朗现在已经把几家大的这个电报群什么的 这几家社交媒体他都给关了 但是据在那边的我看有朋友讲 推特好像到现在还能够使用 别的好像都关了大概三四个社交媒体了吧 可能把WhatsApp什么都给关了 但是推特好像现在还能用 说到这次的抗议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 这里边集中了伊朗目前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的困境 视野率高 年轻人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现在经济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 与其说这次是一个女权事件 有很多的西方记者 这次已经抓起十个西方记者来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记者都在 大家讲实际上这就是一次借题发挥 这就是一个愤怒的宣泄口 最后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事件 当然为什么这次规模和鸡蛋革命和燃料暴动 这两次没那么大 因为伊朗的主体还是一个保守的宗教国家 结果这次有很多女性这么多大胆的举动 光着膀子就冲着 很多人还是看不惯还是无法接受 所以说他们也分析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站出来的人没有以前多 这是他们的一个分析了 明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借着伊朗的这次抗议 也说说宗教转型的问题 这可是一个有点挑战性的话题 明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段 不过有一个现象是令人绝望的 这些天伊朗的各大报纸网站的头条 都是那个女孩阿米尼之死 他的一些最新进展 包括一些骚乱等等的一些最新进展 这样的新闻在伊朗是可以发表的 但是在遥远的中国所有这些新闻却被屏蔽了 人家当事国当事的政府人家都没封 在遥远完全粘不上边的中国 把这些消息他都给屏蔽了 当然我也看到很多人感叹了 说你看伊朗人死了一个人 这老百姓这就上街这就游行这就大闹一场 中国这边呢一车死了27个人 你再看人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然还有人说到唐山 说如果唐山要是坐落在伊朗 是伊朗的一个城市的话 在那那么虐待 对待那些妇女或者出现那样的问题 那你说这城市会发生什么呀 那还不得打乱套啊 但我还是那句绝望的话 看着伊朗人在伊朗啊 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诉求勇敢的进行抗争 但要我说就还是同样这些伊朗人 如果他们此时此刻要是生活在中国 大家想我想他们也会和中国人一样表现 说到环境啊 只能说伊朗那个相对还有点自由的环境 已经比中国要好得多得多了 从这儿就能反衬中国 现在是死意般的沉寂 这里边那种恐怖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你看这帮这么猛这么勇敢 跟警察搏斗那帮年轻人 到中国我给你安排到一个城市里 你来了我看看也不行 下面呢咱们再说说那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伊核协议 那现在这协议怎么样啊 这两天没有任何的进展 现在完全就卡在伊朗这边了 我看到伊朗有一个内部人士接受路透采访 他是这么讲的 他透露呢 重启核协议已经变成了伊朗两大流派 一个是宗教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和改革派 现在是双方的一个共识 大家都知道这么下去坚持不住了 肯定要签这个协议 那现在为什么不干呢 两边是有分歧的 他们的分歧在于签署的日期 那这什么意思呢 两个原因 首先呢一些接近决策草案的人士认为 这都是路透的报道 说还要再等两个月 等着冬天正式到来的时候咱们再签 为什么到冬天的时候能源的危机 它能抬高价格呀 到那时候我们签了 伊朗突然加入战团突然放开了天然气市场 好那时候的价格多喜人呐 所以他们憋高价的 他有一帮人有这么个想法 这样能在谈判桌上 那时候呢反正价格的德国什么的都受不了 快趴下了 你不求我不行啊 那时候我们能变成谈判桌上处在更有力的位置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想法 等到冬天再说憋着他们看他们难受 看他们怎么求咱们 有一帮人有这个想法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要争取时间 一看现在那国际原子能机构真等着 这帮人真较劲 好像那三个地点的离心机不让人家查是不可能的了 你要气放弃那他又不干 那怎么办呢 争取一段时间全力来提炼高纯度的浓缩油 武器级别的浓缩油 争给你两个月时间 你把它提炼出来能搞两三个原子弹大概够了 因为他们很清楚以后偷着继续搞大概是不行了 现在呢只能去延后协议的签署 来争取一段时间抓紧进行提炼 所以说现在呢这是伊朗方面故意拖延的两个主要的原因 现在看呢美国方面当然也放慢了速度 因为这次的投金事件是一次意外 这不是美国组织也不是谁故意安排的 但这次伊朗当局的暴力镇压 我不知道在中文媒体能不能看到 但是在推特脸书上包括很多的西方媒体 因为有很多记者在那儿了 大家冒着死在那儿拍那个十个记者被抓了 所以说有很多血腥的场面 西方主流媒体是很清楚的 那你面对这么一个政府 让拜登政府现在就无言以对 当然到现在拜登和布林肯对伊朗的暴行都进行了谴责 对伊朗的妇女也都进行了表扬 进行了赞美 但你在这个时候那儿如此的对待老百姓 你和伊朗去签协议 那你什么观感 这中期选举大概也都没法选了 那么一个残暴的国家你和他签协议你放了他 这好像是无论在官瞻各个方面都是过不去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大概从这个角度说要在中期选举以后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乌克兰这两天已经击落了超过10架的伊朗的无人机了 现在已经证实东西落在自己手里了 这就是伊朗制造的 看见这些证据 现在乌克兰已经赶走了伊朗大使 你给我走人 美国对这件事也非常的愤怒 因为最早俄罗斯人到那去 试图买这个无人机的时候 美国就警告过伊朗 伊朗的外交部长对美国 对乌克兰也都做过几次的保证 没有 保证不许抹黑我们 保证我们不卖 结果现在人赃俱货 你怎么解释 在这个时候你公开支持俄罗斯 美国对中国也是这么讲的 如果你公开这时候支持 绝对不客气 绝对制裁 那你现在伊朗就这么公然的 就做了这笔买卖 美国按说应该加大制裁 更不要说取消制裁还和你签协议了 所以说现在这几件事都赶在一块 现在看这件事儿 尽管里边的人透露 伊朗的两派都已经统一我们想要这个协议 但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儿 拖过中期选举 这是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说欧洲夹在中间 一点办法没有 这应该是双方一个共同的选择 欧洲受得了受不了 现在看好像还行 德国经济部长前天 应该周五宣布 他们已经储存了九成的气了 省着点的话 过这个冬应该问题不大 勉强混过这个冬天应该问题不大 但后边怎么办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呢 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能不能真正把问题解决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 当然呢 这次看到有这么多的伊朗人表现的这么愤怒 我想也能推动伊朗加紧完成这个协议 很多人呢 是为那个投金问题 为妇女地位问题很愤怒 但是更多的人因为现状 因为对经济不满 对失业不满 借梯发挥表达愤怒 这是更多的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呢 对伊朗来说 这个通过这次的民情汹涌 他们更紧张 因为一旦错失了这一次的机会 真正完蛋的 那就是伊朗自己 这一次好像给压过去了 那下次呢 所以说这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两场选举 说到巴西 10月2号 巴西将进行这次大选的第一轮投票 这次选举可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是非常精彩的 那位杀回来的老白左卢拉 这次要大战右派博索纳罗 就是现任总统 这里边有很多精彩的具体的内容 从下周二开始 我们给大家呢 拉起这条线索来讲讲巴西的大选 可有意思了 那这两天我们说什么呢 这两天我们要重点说说 今天就要开选的意大利大选 选前最后的民调 由意大利兄弟党 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 这三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支持率47% 这是右边 那左边呢 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支持率是28% 而之前 那个德拉吉领导的那个中间联盟 那个自由联盟叫五星运动 他们的得票支持率大概是13% 如果把左和中 这个民主党和五星运动党 他们两边加在一起的话 才只有47% 那离右翼联盟的将近五成 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 所以说这次呢 右翼获胜应该是一个超大概率事件 很多人有印象的那个贝鲁斯科尼 原来AC米兰那老板现在干嘛呢 他怎么样 他哪个党的呢 他是右翼的力量党的 在右翼联盟中 他已经不是老大了 他已经调到第三 兄弟党 联盟党 力量党 他现在是右边的老三 那在右翼的这三个党中 兄弟党支持度是最高的 现在在25%左右 有望赢得阻隔权 而这个兄弟党的党魁 他还真不是一个兄弟 偏偏他就是一位女子 他的名字叫梅罗尼 这位呢 被称为是意大利的勒庞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致的理念光谱是个什么形象 梅罗尼可能成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并带领整个的右翼联盟 在众院参院两院中都赢得多数 可以说形成完全的执政 兄弟党什么情况 在整个意大利的政治光谱中 他一直在极右翼 他的前身是什么呀 就是以前莫索里尼 原来所谓的那个社会党 和以前莫索里尼可以说有着很深的关系 像莫索里尼的后人 他的孙子孙女啊 很多后人参与政治从政吧 都是那个兄弟党给推出来的 都代表兄弟党来进行选举 2018年的时候 这个兄弟党还是默默无闻 当时只赢得了4%的选票 结果这两三年突然爆红 支持率一直在25%到30%之间成为了右翼的第一大党 成了右翼整个的武林盟主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位45岁的梅洛尼 就是因为这位女士 咱们简单介绍他几句 梅洛尼小时候呢 他爸爸可能是一会计师 看着他们娘俩太烦 人家离家出走 抛弃了家庭 结果就剩下他和他妈两个人苦苦支撑 这梅洛尼小时候是个有名的问题少年 长大了以后呢 在夜总会当过女招待 但是他学习非常棒 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后来毕业以后当了记者 再往后就遇到了那位贝鲁斯科尼 这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好色之名 那是世人皆知 他是又有钱 又有精力 他好干个这个 梅洛尼呢 就是老辈的17个绯闻女友当中的一个 29岁就当上了议员 那没有老辈支撑 撑场子给钱 你29岁 一个那还算是女青年 那你就能当议员嘛 给有老辈的努力 当上议员以后 就被老辈认命为青年事务部的部长 从此就有了锻炼和露脸的机会 那最近这两三年之所以崛起 是因为他这个选战议题把握得非常的精准 一下抓住了整个国家的主要矛盾 现在这次的三大议题 第一个当然首先是经济问题 这说到经济问题各有各的看法 这谁也说不清楚 你有你的擅长 我有我的特点 这个没法比较 他拿手的是后边那两个 那就是非法移民 国家的伊斯兰化 以及那些右翼的政客对国家的威胁 所谓极端的政治正确 在欧洲比美国更厉害 说到下一个议题 那就是意大利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梅洛尼有一句名言 我们为什么要跪在地上去舔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脚呢 意大利 我们也是G7国家 我们也是先进发达国家 为什么我们要给德国法国当小弟呢 他呢 你不能说是一个去欧盟化的一个领导人 大概他是一个欧盟的怀疑论者 他这么形容是比较恰当的 他和约翰逊他们那帮人好像还没到那个程度啊 并不是说他上来意大利就要脱欧 还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凭什么听你们俩的呀 我也是一号人物啊 所以说这个赢得了意大利人的很多的好感 另外 梅洛尼呢 他非常精明的淡化了这个兄弟党极右的立场 和莫索里尼当年的那个纳粹社会党那帮人做了历史的切割 实际上他以前他是贝鲁斯科尼那头的 他又跳到了这个党来 有点借壳上市的意思 梅洛尼要是当了意大利总理 对中共来说 那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四五天前 他接受一个采访中明确讲 我要当选 我是不会参与中国领导的一带一路的计划 他讲 毫无疑问 台湾将是意大利的重要关切事项 他对记者表示 如果我未来执政 我要和台湾推动更密切的新一轮的合作 包括文化交流 观光 公共卫生危机预防管理 科学研究 包括整个的半导体关键的产业和意大利要进行合作 因为他也非常欣赏台湾总统蔡英文 两个人都是女士嘛 这个才女 西才女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说 十几个小时过后 意大利注定要经过一个非常刺激的夜晚 因为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和接受一个极右翼的政府 一个当年莫索里尼的政党 一个法西斯的政党要上台了 很多人接受不了 尽管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 做了很多的切割 但很多人还是忘不了这段 所以到时候咱们看 意大利如果这时候宣布结果的话 场面一定会特别的崩溃 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很厉害 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咱们意大利到了今天 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 其实我倒是想看看 我估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想看看 作为这样一个右派上台 他到底能把国家怎么样 你像法国 一说到那位勒庞 那他要上来 这法国国将不国了 那国家肯定就要崩溃 就要如何怎样 是吗 他上台 勒庞人家自我说 我也是一个爱国者 我也希望法国好啊 只不过大家的理念观点不同而已嘛 我也不希望法国国家崩溃 包括这位梅洛尼也是一样 所以难道这些人上来就把国家能打崩溃了吗 欧洲已经左了这么多年了 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了 跟美国那帮也差不太多了 移民 特别是伊斯兰文化 对整个法国 包括意大利 也包括对德国的这种冲击 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说到在意大利和法国 大家统计一下清真寺的数量 特别是增加的数量 每年增加多少 伊斯兰人口的增加 包括文化的冲击等等等等 难道到现在不应该调整 不应该纠偏一下吗 哪怕不敢调整和纠偏 停一下总可以吧 这难道不是很多人压在心底里很多年不敢说出口的一个致命的话题吗 所以我倒想看看今天意大利人 他们会做出一个怎样的选择 说到这么一个45岁的 也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 看起来身是比较单薄的 这么一个新的政治人物 大家就要把总理交给他 让他做 让他管理这个国家 让他去干嘛 真让他抓经济 那他哪比得了德拉吉 对不对 那德拉吉还下去干什么呀 实际上大家是真的知道让他去干什么的 而且他的主要理念也是后两条 调整整个国家的移民 各方面尤其是非法移民 那就不用说了 另外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和欧盟那两个老大之间的关系 这个意大利人心里是有很多想法的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是个非常有趣的夜晚 明天做节目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有哭的有乐的 明天那可是很有意思的啊 来吧 下面说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几天的中国政治斗争新动向 哎呀 这两天周末嘛 有时候和墙内的朋友呢 联系啊 简单的交流 结果我惊讶的发现 人们在微信圈里都在传那两个东西 核心呢 那就是习近平已经被软禁了 在交流中呢 我听得出来 很多人真的是很高兴 约三五知己喝一杯 当然呢 我说那你们就公开在酒馆里说这个 那没有 谁也不公开说了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什么 那酒馆里不止 饭馆里不止他们这一桌 那人多了 大家喝的都挺痛快 都挺高兴的 这两天呢 我知道这是在北京 我估计上海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这两天呢 很多人心里应该说还是比较舒畅 说到这几份东西呢 这两天有好多朋友通过邮箱通过留言各个方面吧 都发给了我 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 我也没太当真 但没想到在北京等地这两天掀起这么大的一个声浪 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应 一下又唤起了人们这么强烈的情感 这可就不能不重视了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还真的要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当然和我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印象差不多 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些事呢 简直就不值一提 我呢 也犯个坏啊 有一位呢 我的同行 我也不说他名字了啊 他在推特上呢 说了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呢 那都不是听床了 现在是一帮人在尿床 按照自己的想象 在别人的床单上描绘自己希望的蓝图 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呢 我躲在他后边 我把他这句话放在了我今天的标题里 要骂别骂我啊 就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挺到位的啊 呃 今天网上 比如说呢 今天网上还在热传一篇文章啊 这题目呢 叫老同志 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有这篇东西 还写的还挺长的啊 里边呢 写的 人在墙内啊 这位老同志呢 原来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 70多岁了 现在退休以后呢 生活在上海 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原来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 跟我这差不多 我是大康有话说 他是大记者有话说 我们俩差两字啊 呃 这下一看 大家认为他这个背景 很能了解的情况就更多 结果这下就更热闹了 进一步加强了那个软禁说 简单说说这两个非常有名的传言 我不会都说了 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 说那个被软禁了啊 说曾庆红啊 把他稳住 说呢 让你当军委主席 当两年啊 你去中亚去开会去吧 上和组织开会去吧 结果他当真了 他就真去了 结果胡温呢 包括宋平这些人 把警卫局给搞定了 把过去监视老领导的门前的那些钉子都给拔除了 解放了他们 大伙呢 一块都支持胡温 最后呢 召开了政治局特别会议 罢黜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的权力 全体举手通过 然后呢 习近平半道听说了赶快往回跑啊 那个乌兹别克的晚饭都没吃 结果说下飞机就直接给软禁了 另外还说呢 开了军委的研讨会啊 那李乔明大家传说的那个反习将军坐在正中 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到了啊 但是只有习近平和魏凤和缺席 然后大家也都支持罢黜军委主席啊 什么支持政治局的决定 另外这两天向美国传递消息示好 波音飞机也都复飞了 也停止支持了普京啊 普京一生气把气管子给关了 但是呢 不会对习近平大开杀戒啊 希望他平安归家养老 有这么一篇传闻 这个我相信在很多人的手机上都有了 最后还有 说刚刚听了美国之音的华语新闻 说9月20号发生了宫廷政变 习近平被控制 他夫人和女儿 已经在22号乘坐泛美航空班机 跑到夏威夷去了 这是最新的消息 咱们先从整个传言的最后说起 说夫人和女儿去了夏威夷 那天我正好在那儿呢 我怎么没碰上呢 当然我这开玩笑了 但这里边更好玩的 它里边提到了泛美航空 说夫人和女儿乘坐泛美航空到了夏威夷 我认为这就更开玩笑了 因为泛美航空在1991年 公司就已经倒闭了 你上哪儿坐泛美航空去 这公司没了 哪儿找这公司去 咱们倒着说 这里边刚才说到了军委开会 就申改委开会 申化改革委员会开会 习近平缺席 当时给发了一封信 另外呢 房长魏凤和也缺席 这件事呢 可以说说 说到这件事呢 有的媒体人是下了功夫的 从前到后把这个过往给查了一遍 结果发现呢 这个军委申改组 2014年成立的 从2014年到现在总共开过9次全体会议 加上前两天开的那个这是第10次 之前开过9次 查之前的这9次 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前三次会议 从那之后的6次 习近平都没有出席 包括前两天这次 10次 一二三他参加了 往后的都没参加 这都是网络是有记忆的 都是由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副主席 来主持会议 来进行讲话 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副组长张又霞 包括小组成员李作成 苗华等等 说到习近平就出席了三次 后边的都缺席了 魏凤和也都缺席了后边的这次会议 所以说这个呢 应该是个常态 加上这次也一样啊 等于说呢 刨去前三次 从2017年2018年以后 习近平从来就没有参加过这个研讨会 一直都是许其亮主持会议 并且讲话 我想呢 大家如果因为这个感觉到非常惊奇的话 有媒体朋友下了功夫 把整个的过往给大家扒了一下 大家一看 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这还算是正常 至于那位故事的主角李乔明 我也不知道谁给他封的反习将军 这个从何而来呢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 他在人民网上登过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是在2013年 题目叫《苏联军队非党化的历史悲剧》 为什么苏联整个帝国最后轰然倒塌 宁无一人是男儿 关键是戈尔巴乔夫在最后改革的时候 把军队里8万多政委 政工人员全部给拿下了 最后就导致整个军队不听党的领导了 这是当时李乔明写的一篇相当于论文式的这么一篇长文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啊 读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整个的认知和他的思想观念 和习近平是如出一辙 这就是一个小号的习近平 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这位李乔明不但思想一致 他后来升得也快 你像从中将升上将 我印象大概17年是中将 19年就提升为上将 毫无疑问这是个习家军呢 无论是思想认知 包括后来的升迁整个 都是在习近平治下实现的 所以我说呢 说这个人是反习将军 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啊 包括前一阵说到什么沈阳 什么夜里开枪 说有交火 现在都被证明了 我沈阳有朋友 沈阳人都一脸蒙圈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情况 你们海外难道就这么给大家做新闻吗 我说我没说过这事儿 当时还是指责我 另外呢 有媒体也特别注意到 在央视新闻就播的这个申该委研讨小组那个研讨会上 有一些上将是以新职亮相的 其中呢 这位李乔明卸任了北部战区司令员之后 画面上标志他佩戴了陆军的那个胸标 这个呢 基本上印证他将接替现在的陆军司令刘震丽 担任下一任的陆军司令员 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传言说他可能会当军委副主席 这个呢 现在看当陆军司令从他胸前佩戴的那个标志 他人已经调到陆军本部去了 所以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那位刘正丽呢 那刘正丽已经戴上了军委的胸标 相信有望进入军委 当然不一定是军委副主席 军委成员 可能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另外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共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的名单 有一些奉旨放分呢 把这个都给放出来了 当然这个呢 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考证 这些东西呢 我们先按下布表 这事咱们以后再说 所以说从这个传言咱们从后往前说 首先说那泛美航空1991年就倒闭了 说到呢 不参加这次的深改委的会 习近平和魏凤和 大概呢从2017年底以后 他就没参加了 说到李乔明就是这么个状态 另外说到另外一个传言呢 差不太多 也是说到呢 这个政治局开会 大家都举手同意 说到政治局会议 现在的整个中央的最高机构 所谓的党中央 当然说的是中央委员会 但在这个金字塔的上半部分就是这个25个人的政治局嘛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政治局 说叫19大就现在正在干活的这个政治局 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 这里边还包括栗战书 王沪宁 丁薛祥 刘鹤 李希 李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小杜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黄昆明 蔡奇 一个算上一个 这都是公认的西家军 当然包括像赵乐际这样面目比较暧昧不清的 咱们都不算 等于在这25个所谓的党中央最高机构政治局25个人里边 把上面这些人全算上的话 竟然就有16个人 这里边都是习家军吧 其他人才只有9个 那9个还不是一头的 还不是一伙的 这里边还分好几拨了 但这25个人有16个都是习家军 占里边整个的64% 占据绝对的优势 那如果说哪天胡恩突然出来 一看习近平出门了 赶快把这剩下这24个人叫在一块 举个手吧 然后这16个人 具体全票通过废除习近平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 我认为这可能性呢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我认为这可能性是极低的 所以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说到刚才说的这些传言 这个呢 咱们从后往前说 这里边是有它一定的荒谬性的 到这儿呢 咱们也回顾一下整个的过程 先说说我个人态度 在8月1号之前 也就是在北戴河开会之前 我是支持习下礼上的说法的 当时明确讲 我不光是乐见其成 而且当时我还是积极参与的 当时咱们可是有话说在当面说的是很清楚的 很多朋友不管心里是不是认同这个说法 但这在当时是反对习近平的一个斗争策略 一个斗争手段 我知道呢 也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的很多观众 对这个习下礼上大家都认为不可能 认为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但最后还都同样秉持着和我同样的目的 大家一道掀起了一股声浪 当然呢 今天咱们不算总结啊 说说我个人的观感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像老灯这样的朋友 人家是有贡献的 可以说呢 说到这个当初的这种策略 这种手段成功的点燃了墙内的民意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声浪 我认为这个民意对北戴河决定是不可能的 但影响是很明显的 这是有巨大影响的 当然到现在我们无法评估这个影响到底它有多大 但是就像老灯后来就前两天 他在自己推特里是这么写的 叫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说的是当年这个谭思东和这个大刀王武他们之间的故事 他接着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成败非我所能左右 问心无愧而已 说到我个人的态度 我个人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我这一点上 我和他说的这段话 我们是一致的 当时参与这段运动 我不但不后悔 我认为大家都尽了自己最好的努力 我们在一块儿并肩在打了那场仗 最后的结局成败 我们无法左右 我们尽了力了 但是到了8月20号以后 北戴河也结束了 深圳那儿也献了花圈了 那儿也去了东北了 最后回来 到往后 政治局连着开了这几个会 局面慢慢的明朗 到这时候我的看法大局已定 高层的人事博弈应该说已经完成了 而且到后来 我们都知道 二十大的报告都已经有了草稿了 而且9月9号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告诉大家 人家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征求意见了 发到三四千人的大圈子里边 很多人都已经看完 把意见都反馈回来了 说到9月9号 当时已经在听取意见开始修改二十大报告了 应该说到这一步 当然除了在政治局层面 中央委员这个层面 还有一些人事博弈之外 另外在二十大报告中 改革开放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各方面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 未来怎么发展 对台湾是不是要和平统一 有很多的争论 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整个的主旨 我认为已经没有大的变化了 人定了 那才能起草报告 你才能以谁为主来起草报告 现在人不但定了报告 也基本起草完了 现在已经完成了征求意见的第一个回合 我认为现在正在搞第二个回合 改完了以后还得再发给大家 大家再提意见 最后到10月7号开七中全会的时候 这件事应该就没有什么说法了 所以说到了这一步 我认为到现在大局已定 我认为这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到了这一步 如果再试图用什么传言去影响政局 我个人认为作用就已经不是太大了 说到传言 我们只能影响墙内的民众 而中国民众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力有 但是是很低的 中共那如果大局已定 想再改变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到了这个阶段 今天也诚实的跟大家讲 很多朋友可能就渐渐注意到 我当然坚持反共反习 但我逐渐退出了听床 我认为那段就像老邓自己讲的 那个仗已经打过了 成败不是我能左右的 不是我的立场发生了什么改变 我认为当时用的这个策略和斗争手段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 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 当然到今天还有朋友还在继续 还在坚持这个我尊重 我也不去 非要如何怎样和人家去辩论 这个我当然是尊重的 但是作为我这个频道 我还是要坚持认真的来给大家做新闻评论 我不是说故意坏谁谁谁的好事 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说之前我们是一种有益的斗争手段 那现在我认为呢 你比如说很多人 我就想听西夏礼上 我需要这种心理按摩 但我认为人们还是没有这么脆弱的 不到这个程度 非要在这个里边才能活下去 我认为不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我们应该一道来面对现实 来继续和习近平来做新的斗争 我认为这一点 我这个转变是这么一个过程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件事 当然时间也没多长 10月7号七中全会 10月16号二十大就开了 所以说一切都近在眼前 当然有些人想验证一下 这两天很多人言之凿凿 说的那么肯定 习近平就是被软禁了 就是下了 我想大家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看到结局如何 我想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只能尊重 这是我的一些整个思路的一些变化 诚实的交代给大家 另外说说这两天的大局 现在看一切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这两天船 说现在为了怕习近平马仔逃到境外去 导致大量的班机停飞 这事儿停飞了吗 后来我还问墙内的朋友 你们知道停飞了吗 朋友给我拍了一段北京的视频 街头呢 看人都挺正常的 该干嘛干嘛 然后说到那个呢 他给我把那个国内可能对航班有一个实时播报的一个网站 他给我拍了几个截图 他说你自己动动手指不会查吗 后来他告诉了我 我那网站我自己还查了查 应该说呢 飞机该飞飞 该干嘛干嘛 还都挺忙的 所以说这种啊 也都是不太站得住脚的 说到今天人民日报的头条 还是那个领航中国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是不断迈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谁呀 不就是习近平嘛 还是说他这方面的 吹吹拍拍的一些啊 深情赞颂吧 可以这么讲 另外呢 中纪委的网站报道 前两天 中纪委呢召开了一个常委会 学习七月底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什么研头班上的一个重要讲话精神 结果中纪委网站呢 就剪了一段赵乐际的讲话 然后又提出了两个确立 要求大家确实增强四个意识 什么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等等等等 赵乐际呢 表了第二次态 原来呢 我们说他消失了一个月 这人怎么了 这人出事了吧 结果中纪委表彰先进 他出来了 一上来也是两个确立 当时呢 就算表了一个态 这次呢 等于在两天前吧 开那个中纪委常委会的时候 然后又表了第二次态 那如果这人被抓起来 他作为常委之一 那还扯什么两个确立啊 对不对 这都不挨边了 大家注意啊 如果要是23号的话 那按着传言的说法 那作为夫人和女儿坐泛美航空 已经到了夏威夷了 所以说呢 920政变说软禁说 那三天之后赵乐际还有哪两个确立呢 所以说这个呢 咱们还得看全面的啊 另外说到新华社 新华社呢也前两天 两天前吧 登了一篇东西 叫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时代答卷 也就是新时代推进国防和军队的建设的竖屏 这篇东西呢 我存下来了 我把它读了一遍 这里边呢 特别强调啊 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 这应该是23号的一篇文章 要成为全军官兵的自觉行动 绝对保证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这里边 这篇文章里边 是第一版 登完第二版 也是不少啊 也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20多次提到了习近平 这就是习家军了 不是说对中央 对党中央 对国家绝对忠诚 这要对习近平 听他指挥 对他负责 让他放心 对他要确保绝对忠诚 纯洁 绝对可靠 到了这个地步 这都是发生在23、24号的事儿 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想找 在官媒党媒 新华网 新华网 然后是人民日报 央视网 你就这仨网 你就随便找吧 这样的东西太多 所以说到习近平这两天没露面 但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依然还是主旋律 到现在为止 整个在这个台面上 完全看不到另一个人的存在 不管他叫李克强 还是叫汪洋 完全看不到另一个人的存在 也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政变的味道 那有朋友说了 那习近平控制的笔杆子 那他真有政变 他能表现出来吗 您这个问题的反面就是 是 新华社人日 这当然都是习近平掌控的笔杆子 但如果习近平现在被软禁的话 请问笔杆子还能让他们任意胡来 任意这么胡说八道吗 如果那个人都被关起来了 那还会出现现在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你可以来回这么问 另外这两天大家都注意到了 无论是傅政华还是孙力军 这两个所谓的政治团伙 后来当然不叫政治团伙 犯罪团伙吧 都被重判 死缓 然后可以减为无期 但终生不得假释 我还头回看见这样的判决 然后呢就重判 这就是当年吴国光先生 在去年当时做出一个这样的预测 说今年的七八月份 可能会出现呢要抓 当然他当时说的是要抓一个政治局级别的 像十九大前孙政才那么一个分量的人 来让所有的这个共产党的党代会的代表 战战兢兢多里多梭的走进人民大会堂 来开这个会完成他的杀鸡给猴看的这么一个震慑的作用 那今年看呢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就把这傅政华和孙力军 这两位就当成鸡了 把这两个重判来震慑全党 得罪了我 你就是这么一个下场 当然呢我也听到了另外一个说法 墙内也有朋友跟我讲的 说重判傅政华 那傅政华呢他闷的钱 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团伙的杀伤力 比孙力军相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最后两个人怎么判的完全一样呢 但是傅政华呢他在北京 他伤人太重得罪人太多 所以说呢这次也是故意拿出当年的自己的一只鹰犬 杀他以为天下以泄天下 让天下人出一口气 让那些过去饱受习近平所谓的反腐 折磨迫害的那些人也让大家出一口恶气 这也算是对反习势力的一个交代啊 这是墙内有朋的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孙力军那个情况完全就是例外 那边有重大立功表现 实际上这都有很强的指桑骂怀影射之意 来震慑党内的其他的一些心里有想法的人吧 所以我想呢整个的大局 如果我没有看到过这些传言 每天就这么正常的给大家做一个新闻观察员 就这么给大家来观察来评论的话 我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异样呢 我看到整个局面 没听说920发生了软禁出现了这么重大 北京上海那边隔几个都请客都喝上了 都情不自禁 都到这个程度隔壁桌 大家谁都不说啊谁都知道 隔着桌子互相都喝着都敬酒呢都高兴成那样 我有点不是太理解 我有点不是太理解 反正我看到的整个的传言 刚才我不是故意破这些传言 但是这些东西呢有很多负责任的媒体人 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找出了它背后真正的它的常态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说法整个的这我看到有四个 实际上版本就是两个 我认为呢没有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啊 我当然希望它发生了 我乐见其成 软禁干嘛呀 直接塞秦城去就交给人 那帮人就把它办了就完了 那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或者你把它拎到上海街头 拎在此时此刻的重庆或者是成都的街头 让大家收拾收拾它不就完了吗 但是呢它没有发生啊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闻观察者 还得我把我的观点还得告诉大家 下边再说这个 那像宋平这是事实啊 包括呢王小辉确实去了邓小平故居 这是有照片为证的 那这些情况包括呢对胡锦涛温家宝这些啊 这个所谓打野号的元老或者叫老同志呢 这些传言到底有没有它的根据呢 我认为这也是有的 这可不是无中生有 包括呢说到这个刚才说的这定海神针的这篇作者 他原来是新华社的一个分社的社长 我相信他是有自己的渠道的 在这个时候呢顶着这么大的风险 他这篇文章据说在微信里边坚持了将近一天 才被封掉啊坚持了将近一天 到现在呢有朋友还给我发 他们把它拍成照片掐头去尾 一段一段的在微信朋友圈里边投放 好像呢也能混过去 照片好像还好一点 这篇东西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想呢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它一定有它的来源 这就是我在题目里发出的 我认为这是倒习派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包括这些传言 包括这篇文章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公式 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很大的一个效果 我对这种做法我不能进行批判啊 我认为呢他们的用意各方面呢搅乱政局 另外呢给习近平进行最后的一次施压 另外在下一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整个人事 包括未来二十大报告路线的博弈中 他们要再做一次努力 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说这次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要不然来不及了 这还两礼拜时间 这彻底的尘埃落定了 那就没机会了 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又搞了这么一轮公式 我看了看整个的过程 包括他事后引起的效果 我认为还是挺令人赞叹 所以我想呢作为那些老同志 他们能够施加影响主要是在北戴河 但到现在为止呢现在来回在博弈的 就是那四个字改革开放 这些时间呢确实是很巧 913就当年林彪这个摔死的这一天 这个习二杆子呢他竟敢在这一天 我不知道他是无知啊还是他不怕 他非哈萨克斯坦 结果就在913这一天 然后呢人民日报登出了改革开放 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一招 为改革开放招魂 正好那一天他离开北京 结果那一天在人日登出了这一条 所以我相信这都是整个他们这次博弈 最后的吼声中的其中的一个环节 我想呢我个人的判断啊 当然我会招很多朋友不高兴啊 我只是呢描述我理解的一个现实 我的立场是坚定的 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啊 我认为呢作为这些老同志啊这些元老 他们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 他们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包括在中共的伦理传统中啊尊重这些老同志 包括习近平本人到这么多年 天天说什么庆亲王如何怎样啊 没有什么什么铁帽子王没有这些 那你也不敢拿曾庆红怎么样啊 当时那么提拔你 你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 每周日都跑到这个上海去看江泽民去看曾庆红 这么多年的交情他是拉不下这个脸来的 真把关监狱也带他做不到 他也不敢 所以说呢老同志他是肯定有他的影响 但是呢毕竟你现在没有人事权 你没有财权 更何谈军权警权 包括笔杆子等等这些内容 所以说你说这个这几位老同志一说 在党内有那么多人就会扶手贴耳 立刻的啊群起响应 你对那些人实际上已经没有明确的控制 这和当年的这个上海帮啊和江派和包括的后来团派 因为当时那个影响力还是比较直接的 现在离团派都已经过了十年 离江派都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那江派最后当时最年轻的江派到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应该说朝野内外已经没有江泽民时代任何和他有 直接关系的官员了 所以说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到目前为止呢我认为他们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但是呢他们能施加的影响我看也只是四个字 那就是改革开放 宋平的前两天被人删了的那句话也是提到这个改革开放 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啊 他也最后那句话也让人家给删了 所以说呢我认为这就是宋平所有这些老同志在最后的时刻 发出的这些吼声 改革开放不能停止啊不能放弃啊还得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我想他们用最后的影响力现在唯一能够坚持呼吁的大概就只剩下了这个理念了 所以我认为呢改革开放这帮老家伙没白说啊 在未来二十大的报告中这个分量会加大 那你说这个呢反正就挂羊头卖狗肉吧 什么都是改革开放 习近平也认为我这几年好杀富济贫 又是小康社会又是什么共同富裕 我也在搞改革开放啊对不对他认为他这就是 那挂羊头卖狗肉这你谁拿他也没办法 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些元老们 他们最后用最后的这一百多岁了九十多岁的人们 发出了最后微弱的声音那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这个呢咱们用不了十多天的时间就可以印证我这个判断大概对不对 我认为其他关于人事方面的影响发力点都在北戴河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啊现在再谈这件事情已经太晚了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啊 还是上次总结的改革开放 这个呢在二十大报告里边习近平呢你要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这么多老同志都说了第二呢归正国务院不论是行政还是未来的这个经济都要归正国务院 让国务院名副其实这个呢现在看包括现在李克强开常务会干忙什么 未来应该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另外呢和美国搞好关系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王毅呢在美国最后终于见到了布林肯啊这里边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和平统一台湾 当然说美国呢在台湾问题上做了很多动作啊表示了不满 但自己也向美国当面郑重表明我们要和平统一台湾 这我们不会在这打仗啊不会怎么样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啊 最近这段时间军机越过中线军机绕台全部都停止了 都停止了好长时间都已经没有了 包括呢这次在各个方面的讲话给人家说了五个确定等等的啊 这个呢包括这里边还特别有意思的 习近平呢在23号吧还是24号央视网 登了这么一篇原来他的一个回顾叫习近平情谦中美友谊 又说到他呀201几年到着美国去访问 又去看了当年接待过他的那老夫妇把原来那点烂七八糟的故事又重新说了一遍 习近平情谦中美友谊以前你听说过这话吗相当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这个了 哎现在呢这个啊随着王毅到美国那儿啊给人家表态各方面的吧 现在努力的在恢复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说到台湾现在前一阵给大家提炼那八个字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当然一说一国两制很多人就皱眉头 但那是和统 那可不是武统 至少他还算是和统的一个办法 至少他已经表明啊这个 武力去攻打台湾已经排在很靠后很靠后的位置了 所以说原来动不动就讲我们绝不放弃武力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现在说到台独又是一小撮怎么怎么样 那七成八成的民意啊现在又被他歪曲成一小撮 所以我想整个这方面的态度都在大幅度的转变 国台办副主任首次把蔡英文称作是两岸领导人 这可是第一次 这可是第一次以前可没有过 这可是没有过的 另外呢反复的提和平统一 所以说中美关系和台湾的和平统一 这本身上次节目跟大家讲这是一回事啊 所以说呢这件事现在应该说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 那咱们回头总结一下 为什么在央视网新华社包括很多人这两天抠那个字眼 你看又没有两个确立了 你看各地的封疆大吏你包括赵乐际 在这个中纪委网站说了两个确立来的 23号吧还是24号开会又表了个态 但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他讲的话可是人民日报新华网都没登啊 很多人呢都那你肯定那你这啥意思为什么不给他登啊 一直在追究这个我认为呢还是我之前啊 包括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一个判断 习近平勉强连任但他已经失去了刚才瞧19大政治局里边他竟然占了16个人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那样的优势地位 包括呢像传言中说到的在北戴河他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在最后时刻 开党代会闭幕的时候他那四大金刚啊拼命的给他送胜劝进遭到了党内的批评啊 应该说呢这种来回来去的他们两个确立这个在党内尤其是啊这种首席的官媒 这刚才说的这三大官媒好像是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呢他处在正处在某种化国风化的一种状态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你要说呢他已经被软禁了或者怎么样 大家高兴就好啊既然说这个大家能喝一杯被让那种清零 那变态清零给压抑的那么长时间的很多朋友啊非常的郁闷和苦闷 大家愿意通过这个来喝一杯那当然挺好的啊 我也不是非要追在大家后边啊不要这么说啊或者怎么样 有的人有这病啊非要在这搅和人家去这我也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呢我看到的景象我认为他还是勉强的连任 但是他已经完全不能主导未来中国未来的证据了 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会回来啊会某种程度上把外交向美国进行倾斜 看到王毅和布林肯布林肯够迁就的了 布林肯见谁也不戴口罩啊见着王毅还得把口罩戴上这就算是配合了 而且呢也讲啊未来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也说了很多各方面绥靖的话 我想呢两方面的合作向美国方面的转进这是应该比较明显的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那种磨刀祸祸剑拔弩张 像前一阵整个佩洛西事件之后如此疯狂的那些表演 在很长时间内应该就会消失不见了 所以我想整个的变化大家还是能够看到的 说到未来的这五年这个在节目里讲过几次了 我同意这个很多朋友的有什么高文谦先生等等的吧有这些说法了 未来五年是一个谁也不输谁也不赢的一个政局 大家呢斗而不破就这么拖着往前走就这么混啊什么也干不成 只要有叫习近平的那块乌云飘在上面外资也不敢来脱钩还会继续民营企业家也不敢投资 老百姓呢无论是国际还是民生大家呢就逐步走向凋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谁干总理也没戏 无非呢就是跟当年的李鸿章一样啊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呀补锅匠还是一个叫什么 这个贴贴补补给这个整个中共王朝这个快倒的这座破房子啊 拆农墙补西墙做一些啊贴贴补补仅此而已 所以说未来的五年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个人今天呢因为空了这么一段时间嘛 我去度假把我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咱们总结一下交流给大家啊 但是有很多朋友呢现在情绪很激动啊你说你看你看你就算叛变了 好吧那大家呢反正情绪比较激动啊感觉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郁闷我心情可以理解骂我两句我也接受啊 另外呢有些朋友一直讲说到这大康说到当初啊说普京啊不会入侵乌克兰这他说的吧或者怎么样 说错过好几次嘛当然呢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作为一个算是比较认真努力的自媒体 我做这个自媒体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言之有据 当初我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我是有很多的根据有很多的论据 来最后啊分析完了以后得出一个论点啊并不是说脑子一热啊我就说这样我早就看明白了我里边有人我不是那样的情况啊 所以说在一些论据的推导之下得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有很多人一直也提醒我你能不能有所保留你就不能啊给自己留点余地吗 我说我还真不能因为这个太会做了做这个还不容易吗这太容易了 油头滑脑油嘴滑舌四处都给自己留好余地我永远都对 反正我总有一部分说对了那不是我 所以说呢我看到什么我就跟大家讲什么我做一个啊诚实的一个自媒体吧 我也愿意承担这部分的风险 因为当时我们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事情还没发生呢 我们是在事情之前根据整种种迹象来做出来的一个推论一个推断 当然经过事后的检验可能有的发生有的没发生 谁能判断普京最后竟然大失水准走进了今天这样的陷阱 最后呢现在他会死在这上面 之前表现的那么精明的那么一个人 为什么最后疯狂到个人膨胀到这个地步 我认为这也算是一个意外吧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 我有时候看到这种呢批评吧我也是苦笑 我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新闻评论者 您不能要求我好什么都说对那我成什么了我 全世界有这么一家新闻媒体吗 每一件事都说对了 每一件事在没有发生之前都未卜先知都能准确的预测 请能告诉我谁做到了哪家媒体别说个人了 哪家媒体成功的做到了 你比如说咱们随便说说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原来还说四大国欧洲四大国要去朝拜习近平 那那个太多了 他都错我凭什么不能错呢 所以说您要指望一个说自媒体的人 每件事都得说对了都得怎么样 我认为您对自媒体的要求也太高了啊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认真我们都是啊 也不是那样 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言之有误言之有据 然后合理得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 最后错了或者是对了错了我吸取教训继续学习 对了呢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在中间说对过无数的事情 过去就完了 没有说我曾经说对过这说在那我累不累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诉诉苦 刚才说到普京咱们就说说乌克兰整个的战况 这家伙干嘛呢 在整个这四个州搞这公投 他到底是不是来真的呢 咱们先说战况 现在呢乌军正在进攻整个叫斯瓦托夫 想呢夺取整个在东部一个战略性的铁路关键的节点 叫斯塔罗比尔斯克 这是一个大的铁路枢纽 如果把这儿要给拿下那整个顿杰斯克和卢干斯克的俄军 那就断了他们的粮道 所以这块呢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正在进攻 另外那个小城莱曼 俄罗斯呢有两个新组建的 大家也都知道啊都是一帮新兵弹子 而且他那个装备非常的简陋 在那组建了两个新的预备役的炮兵营 结果现在这个两个新组建的炮灰 这两个两堆炮灰被包围在了德罗比雪夫 最新的消息这两个营的大部分人已经投降了 莱曼呢现在这个小城已经被乌军三面合围 但是呢普京对这个小城有明确的命令不许跑啊 这个小城一定得给我守住 那现在这情况就复杂了 现在呢有很多前线的观察记者呢发现 在莱曼呢顶不住根本坚持不了了嘛 有很多正规军 俄罗斯军队已经从这儿悄悄的撤离了 留下的都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 刚才说那两个营啊 什么那新组建的那些炮灰啊都给扔在那儿了 另外说呢第20集团军第144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官 叫佐科夫少将在战略重镇斯瓦托夫举行总部会议的时候 他是个师长在组织会议的时候被海马斯给点了名了 当时把会场给炸成了碎片 半数以上的与会的官员那个军官都被炸死了 而当时正好是51岁生日的佐科夫这位少将师长被炸成了重伤 现在已经回到俄罗斯了 目前呢乌克兰主攻的方向还在卢干斯克州 斯瓦托夫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和莱曼 是乌克兰军队近期必须要得到的两个战略的重镇 当然现在有人呢给划那个战线有准有不准了 现在大致呢整个从大反攻开始从九月初到现在 已经解放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还有一个最新的有意思的消息 俄罗斯的黑客再次成功的攻破了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然后呢他在他整个的电视台里播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对全体俄罗斯军民的劝详的通告 俄罗斯在那捧小泽在那捧着个脸在那讲话 呼吁俄罗斯军民应该尽可能逃避动员 或者是哪么你上了前线别往回跑 因为后边普京有独战队他真往死了打你 你往前跑 你把枪放下或者怎么样 你向乌克兰军队来投降 这个呢我们一定优待等等 小泽呢做了这么一讲话 在中间呢也播了很多血腥的画面 我有这个截图我还看了一下我这什么情况 一看都是那种被击毙的俄罗斯士兵 那种惨状啊多少人堆在一块 那意思我是明白了 反正你要在这来打 要么就是这个结局 要么你就往我那跑啊 我接受 是这么一情况 另外现在好像波兰 波兰没有波兰 有德国什么的一些人也有这个表述 说呢如果俄罗斯士兵投降 那些国家愿意接受 当然这个呢我没有看到官方的一些说法 但是有一些个人的推特号上有这样的一些表述 说到赫尔松现在还在那挂着呢 这第49集团军还在那苦苦的煎熬 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 战地指挥官向普京提出了要从这个赫尔松撤退的请求 但是遭到了普京断然的拒绝 门也没有在这给我死守 普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当年希特勒的那个状态 像希特勒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外围 二十多万好男儿啊 那都是德国的优秀的青年啊 当时司令官说能不能就让我们投降 或者就算了别打了 你不能看这些人都死了啊 这都是德国的未来啊 但希特勒说一点可能性没有 你给我打到最后一个人 那就要葬送最后的未来 打到最后那些司令官带人就投降了 那是另外的事了 但是作为当时疯狂的这个独裁者 那他为了这个你就都死去吧 他才不在乎你未来如何怎样 不许投降那里这帮人投降 现在已经签了那个刑法都改了 回到俄罗斯以后十年的监禁 判你十年徒刑啊 这是不能回去的 现在呢大家都在盯着 这个普京呢这两天签了好几个法啊 24号签署的刚才说那个刑法签了啊 回来就十年徒刑 让你去当兵不去或者是在战场投降 最高十年要判你徒刑 同时还签了另外的一项法律 这回那帮那个俄罗斯的孝子贤孙们 这不大家也都想论吗 可有了个方向 他签的最新的法律呢说 外国志愿者只要签一年的志愿役的合约 到我军队里帮我打一年的仗 我就给你公民权 我给你俄罗斯护照 这个好消息我看啊 在热搜核方面都没人说到这事儿 这事儿应该在国内大肆的传扬 多好啊这帮俄粉们 包括那帮小粉红们啊 你看俄罗斯那帮所谓的战斗民族 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也不争个气 为俄罗斯你能做到什么 我可以为他去死 那好你现在签个名 你把电话留给我们过两天找你 私溜就跑了 所以说都这个都是嘴炮 我看中共的这帮黄俄的孝子贤孙 大概是那是真心爱戴普京 而且还一年以后给你公民权 你就乱出去了那多棒啊 所以说这事儿应该在国内 反复的宣传去当志愿者 替他打一年仗 给他卖一年命去啊 这是两个新签的法律 另外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公投 联合国包括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现在呢都发出了声明 认为呢你这搞这公投的做法 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公开讲了 这是国际上的一些说法 那乌克兰的表态呢 副总理韦列楚克 挺瘦的那位女的副总理 非常严肃的做了一个讲话 告诉这四个州的俄控区的民众 参与公投者将会被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 这可麻烦了 现在呢那边俄罗斯大兵逼着那帮人非去不可 投去 但那对面乌克兰那帮副总理说了 你要敢去 也可能你要面临五年有期徒刑 全世界呢大家也不认可也都反对 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 在俄战区的这帮老百姓 那滋味可叫真难受啊 这可是太难受了 说到整个的公投呢 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了 整个呢现在是我看啊 23号现在已经举行了一天多了 现在他整个的民调都出来了 我看一下啊 他头一天的投票率现在都出来了 他这俄罗斯自己官媒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一个说法 他自己搞的民调呢 俄罗斯官方讲 扎布罗热州 这都是乌克兰族占多数的州 他认为有84%的受访者赞成 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 赫尔松州 那乌克兰人比例更高 结果他说有83%的人赞同这么一个决定 在顿捷斯克和鲁干斯克有94%和97%的人赞同支持 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做了一个推测 不光是私下里有很多专家 包括有很多媒体人也都做了这样的揣测 在这个会议上 当时那个上和组织会议上 这个印度的这个谁 莫迪直接就批判普京 说你这时候打什么仗赶紧结束就完了 一看到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呢 习近平也是那么一个态度 应该讲呢这两天啊 王毅呢在联合国也见了乌克兰外长 当然他也见了俄罗斯外长 但是你把见俄罗斯外长那个照片 和见乌克兰外长的照片 你放在一块一笔 见俄罗斯外长那就有点像是偶遇 在会议时里偶遇没有任何背景 可是见乌克兰外长两边可是立了国旗的 那可是正式的一个会见 那边呢就比较随意比较随便 另外呢后来乌克兰那边讲 是王毅主动要求见乌克兰外长 促谈啊促和平等等这方面呢 当然他说的呢什么四个应该啊 什么四个必须啊那都是鬼扯了 也没人听他那些话 关键他的态度现在明显有所转变了 那既然习近平也要求普京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不要再往下了那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个猜测 那现在这四个州的公投 严格讲如果正常的话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你肯定过不了嘛 在这边都是乌克兰族的人在六成以上最高的有将近八成 你怎么可能过呢 那是不是普京就想利用这个公投来给国内国外一个交代 你比如说最后公投了没过 哎这时候可以跟俄罗斯国内那帮机佑就可以讲了 你看公投了嘛人家不过 那咱们这个兵就撤回来了 所以说那都退回到2月24号之前不就完了吗 给他一个撤兵的理由会不会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现在看不是 如果要是之前那个他变成一个撤退的理由 那是当然是一个想法了 但现在看整个俄罗斯官媒的报道可不是这么报道的 现在从出口的民调有的人已经投完了 他组织了很多人组织个一二百人拥护俄罗斯 这还是有的嘛 来充那个电视镜头 这个他还是做得了的嘛 然后呢他已经讲了有多少人已经投完票了 赞成的多少 你现在到那个卫星网站 你都可以看到到塔斯社也有中文网 你都能看到 刚才说的那个比例百分之八十几在这两个州我们同意 在乌东那两个州是百分之九十几我们同意 所以说你看他整个造的那个市 普京还真就是来真的 那就是另外的一条线索了 现在呢是我看啊 俄罗斯上医院已经这个做出消息来了 23号到27号公投结束 28号出公投结果 29号俄罗斯上医院就可以审议有关新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法律了 29号他们就要把这个公投结果拿到议会里边正式的要走程序了 我看到的一个最新的说法 10月2号可能普京就签字了 大家看整个这都是俄罗斯官媒公布的这个日期 所以我认为这次普京他真的是来真的 他并没有想利用这次公投是不是不过呀 然后我就借机往回撤 没有 没有 整个造势现场的组织就是要强行让他过 造假或者是怎么样我也让你过 然后国会都已经准备好了 29号哪有结果我们就讨论就举手 10月2号普京就签字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是一连串是准备好的 所以说呢前一种猜测是不存在的 那就成了后边的这条路了 如果在俄罗斯他强行走完了这个什么国际法什么的 他完全不管了 他就这么胡来完成了这次所谓的公投 然后快速的在国会走完法律 总统签字生效 这个在俄罗斯宪法里边保护 所有扎布罗热赫尔松这都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土了 那时候小泽他们要进攻这两个州 梅德维杰夫说的那段话就上了 你就是在进攻俄罗斯 那为了捍卫俄罗斯领土我就可以用核武器了 整个的战术核弹 不是远程的战略核武器了 就是战术核武器 就真的是会摆在桌面上了 小泽你们再继续进攻的话我就扔了 扔哪儿你先别管 扔基辅还是扔哪儿扔奥德萨 那就是另外的事儿 那他就真有可能这么干了 所以说下一步呢 这个两个路线到底是借机回撤顺坡下驴 还是进一步的严重恶化局势走向进一步的疯狂 结果现在分析来的结果这个没有 只留下了现在继续疯狂的这条路 这就是现在如果你要看俄罗斯官媒 你会得出这么一个深刻的印象 没辙 这事儿呢是怎么着也没办法 当然现在呢有一个普京的前顾问奖 说这就是普京和习近平见面以后 本来这个公投被推迟了 那为什么和习近平见了面以后 最后突然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呢 他认为是习近平影响了普京 当然这又是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习近平说我不管啊 你尽快结束战争 否则的话你指望我帮忙没戏 普京在万念俱灰之下那我就胡来了 我也没指望了我就这么着了 我下一步打也打不过我只能扔核弹了 我怎么扔核弹 我扔核弹的前提就是你侵略了我的国土 那我就先做公投把它变成我的国土 我就有了扔核弹的理由 因为他整个武器库里拿别的就都没用了 现在只剩下核弹和氢弹能能 原子弹和氢弹能干这个了 所以他在为这个铺路 这是一种就完全习近平也不管 印度也不管谁也不管 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 那习近平就有点咱们就把他想聪明一点 希望普京在这继续搞 搞得越大越好 我给你点画点饼 你接着干嘛你打我支持你 你打得越凶 那普京在前面站的就越靠前越稳 习近平就可以躲在普京的后面 这也算是一种战略算计 但我认为习近平没这么聪明 我认为他没有这么聪明 所以我想更可能的情况是第一种 我认为普京现在就没有别的办法 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说法 新的时间安排 现在我想咱们也别说什么北京时间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正好是下十字 以后每天的直播 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到周日 我们每天的直播就都是现在的这个时间 这个呢就一直的持续下去 咱们就统一下去了 Will 谢谢您 Neil 谢谢您的安排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看看这个打卡时间安排 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基本上下一步的时间安排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咱们把它一致化了 自由民主 那他讲呢这就是加速派的失败 伊朗1979年开始独裁 结果人们越来越不能反抗 不能反抗也就习惯了 看一死两千人 放在其他国家早就全民皆返了 而在伊朗呢温水煮青蛙 人民已经习惯已经屈服 这次也不会例外 只是偶尔挣扎一下而已了 当然在伊朗里边啊 库尔德人是比较能干的 是比较彪悍的 这个是有名的 这次你惹了人家库尔德人 所以一般伊朗的小市民 特别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马什哈德包括德黑兰这些啊 算是城市人口既得利益阶层 这种反抗的意念是比较差的 说到这次那你德黑兰不还是有几千人吗 首先大部分是库尔德人 生活在德黑兰 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对未来是绝望的 这帮人知识青年啊 这大学生啊 这些人是干的 但是呢 作为那些啊 有家有业 有工作的那些人 不敢动啊 这还是不敢动啊 说到伊朗呢 这个有很多的说法 明天呢 咱们借这个机会 也跟大家聊聊伊朗 巴列维之前 伊朗真的就那么美好吗 那既然那么美好 为什么霍明尼这个老头啊 然后坐飞机回来 在农村转那么一圈 然后兵不雪刃 拿下了那么一个 过去那么辉煌的一个伊朗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想呢这些事情啊 大伙儿明天咱们看看有时间 跟大家咱们聊聊这段过往 Anji California 谢谢您的支持 Jason向您表示 感谢我们的鲁大哥 谢谢大康有理有据的逻辑推理 和新闻评论 谢谢啊 谢谢带大家到檀香山旅游 并用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我们的先父 国父 继续鼓励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和地球村字幕组 当然有很多人说 你说你好不是旅游一下 还讲了这么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这个呢 因为去檀香山 我小时候原来讲过嘛 看黑白电影的时候 一说到夏威夷 檀香山呢很多特务一听 这俩眼都放光啊 我们小时候呢都戴着那个特务的帽 可向往了 我也想去 所以说对檀香山一直特别向往 然后来呢长大了董事以后 知道呢那是孙先生当年受教育发迹的地方 其实也一直呢非常的向往 所以路过到家门口不去看看 这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啊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谢谢那么多朋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再见